2013年1月17日 武汉市政府官网发表了 武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计保障实施细则 宣布从今年2月1日起 武汉市医保正式实施新规 内容包括职工医保参报人的 普通门诊治疗费用 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调整个人账户记录比例 以及实施个人账户家庭共计 等三个部分 但其中很多新规 让退休职工感到了切身利益 受到了损失 难以接受 说白了 不管是怎么调 老百姓个人账户每月 拿到的钱降低了 实在是接受不了 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 自然会想到台湾的医保 看看人家 其实他们理解错了 台湾没有医保 台湾是健保 目前来说 大陆和台湾没有任何可比性 无论在什么角度 什么阶段都很难放在一起 我可以举个例子 台湾在健保方面政策说一 那么执行的时候 不一定能达到一的程度这么完美 但基本是有点接近的 如果是把大陆医保政策说成一 那么每个地方执行的时候都不一样 最后变成二 还是有可能的 制度不同 医疗政策的方方面面 医疗政策的方方面面 更是千差万别 我这里仅仅比喻成一 说的是执行而已 台湾全民健保 以低保费公平合宜的医疗品质 逐渐被人们认为是全球医疗保障制度中 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当然 不横向对比 仅仅是台湾纵向对比 并不是非常满意 仍然有待完善 例如全民健保公正性层面 评估中的财务负担公平性问题 全民健保财单一体制的问题 缺乏弹性 给付范围 医疗水准 财务负担 较难满足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 如高收入者等等等等吧 即使有一些问题需要改善 也是我们永远难以跨越的一座高峰 难以触碰 难以翻越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要求非常低 低得可怜啊 例如 尽量多的一些药品报销 尽可能的找到一些合适的医院看病 医保改革 个人账户 本来就没有多少钱 能不能优先照顾一下 虽然国家有统筹账户的钱 可以给我们报销 但当用到的时候 真的是不多啊 再加上各地的政策不同 想让统筹账户 来负担起大病救人的责任 基本上不太现实 谁得了大病 家里一定会被掏空 所以羡慕和了解 台湾的健保 一点作用都没有 只会增加一些人的内心不平衡感 这些不平衡都要自己扛下来 太苦了 我的标题是 台湾健保在中国医保面前是一座高峰 永远都不可启迪 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话语 但是 当我告诉大陆网友台湾的健保现状之后 你可能会理解一些我的初衷 不是春牛 是事实就接近如此 台湾全民健保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是有钱的人多交保险费 第二个没钱的人少交 甚至可以不交 虽然交的保费各不相同 看病的待遇却完全一样 无需去小诊所分诊 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国外治病也是可以报销的 台湾健保的正式名称是 全民健康保险 他们的健保 以低保费 公平 合宜的医疗品质著称 该体系激励医疗系统 保持了较高的医疗品质 大肠癌 肺癌 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 已基本上接近美国和澳大利亚水平 甚至超越 台湾全民健保口碑 好到什么程度呢 早在2005年的时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洛格曼就曾经为之打call 极力助长美国移植台湾经验 纽约时报也曾经专门推荐 呼吁政客重视 台湾的医疗水平和服务 在一些领域并不逊色于美国 大多人可能看小周的视频 以为我是胡说八道 台湾怎么可能能跟美国比呢 我不做解释 解释了也是被批评的 我心里早有准备 台湾人也曾经是看不起病的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台湾经济迅速腾飞 但是社会福利制度却远远落后 虽然有劳工保险 军人保险 公务人员保险等多种社保 但是覆盖面仍然有限 不能汇集各个阶层 当时负责制定政策的人 远见着实 没有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而是从长远着想 维根本纪 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管理学院的教授 当时时任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 萧庆伦赴台 为台湾设计一种能够为全民提供有力保障的医疗制度 越穷的人保险费越少 经过长达七年的规划 萧庆伦根据台湾实际情况制定的规划出台 从1995年开始实施 制度的核心是根据居民的经济能力 区分为六类保险对象 对应不同的健保保险费负担比例 简而言之 有钱的人自己多负担健保保险费 没钱的人少负担甚至或不负担保险费 根本目的是照顾中低收入的民众 这样看来初衷是好的 而大陆的初衷是什么呢 我想我深有体会 初衷也是能看病少花钱 但是倾向于谁 这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 毕竟我们所认为的全民医保 和现实中的医保现状 完全是不符合的 台湾早在2012年的时候 民众入保比例已经高达99.89% 是真正的全民保险 另外台湾医院诊所密度非常高 医疗资源相对来说丰富且均匀分布 当然这是相对的 很难说让台湾人觉得是完美无缺的 但至少在我们看来还是不错的 在2015年的时候 台湾就有各类医疗机构2万多家 每千人口医师人数达到了11.9人 每千人口病床数达到了6.9张 现在则更多了 有兴趣的可以报个数据给大家听听 这些机构民众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不过与大陆社区卫生院医生水平远低于三级医院不同 台湾的诊所医师水平是很高的 这个我想不需要介绍了 看看学医的学生都经历了什么就知道了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许不是完美的 但是却已足够成功 它在一个GDP仅仅和中国大陆一个省等同的地方 一个财政收入比深圳还少的地方 为2300多万人口台湾人民证明 并有所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在这里不论是谁都不用担心吃不起格列宁 吃不起特殊药物 当然你硬是跟小猪较真 列出台湾一些不给付项目新药新科技 我也是不想争辩了 至于大陆人即使这样解释 有人一定会说 不你这些都是假的 台湾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台湾人一旦遇到事情全完蛋 什么健保不健保的 没有一个台湾人说是好的 我想说是的你兴奋就好 最好是宣传到全世界 让大家来评判一下 算了就这样吧 我也没有办法 该说的都说了 好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不散